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楠 今天我们不留蜜蜂,也不去寻找蜜蜂 今天我主要是给大家留下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刚才刚去我二爷家跟他借过来的 在这里面一共包含有500多种药材 我今天就是要找其中的一种 我要找的这个药是叫做香蜜蜂 这个一共有30多种功效 香蜜蜂这个名可能有的朋友定也是很熟悉 因为平时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经常吃得到 这个是拿来炒肉吃的 如果不认识的朋友,你想认识的 等下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寻找 然后具体怎么使用 等下我再与大家做分享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 我要找的药材了 就在这个寨园里面 我刚才和大家说过 这个我们平时是经常吃的 所以都是种在这个寨园里 这个是奶奶家的寨园 但是奶奶没有在家 所以我们先去要吧 不会被人骂吧 走吧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啊 我们现在摘一点啊 先把它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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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摘一样 它摘一样是发的 摘一样是发的 这个是很香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 这个是那个薄荷 薄荷也是一种药 再摘到一点 因为好多被那个带阳晒枯了 然后呢 这里我也拆了两刀拿回去种 我们这边最近每天都是36到38的高温 特别的热 这个具体怎么使用呢 就是拿回去 煮人开水 然后就泡着喝就行了 就像我们喝假叶一样 用的方式很简单的 然后你要经常用 对主要是 对这个风湿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我呢也是有一点风湿 所以我就是 现在每天要拿这个来煮着喝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效果吧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点击一下关注 今天我注意大家分享到这 好休息啊 我刚才签了一个电话 是我老爸打来的 他说在山坡上找到了一窝那个蜜蜂 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那个蜂蜜 但是没有东西装 所以打电话让我从家里找一些带子 拿到山坡上去装 所以呢我现在得要赶紧往山坡上那边出发 如果大家想看到怎么收获这个野生蜂蜜的朋友们 给点一下关注 然后下期我们一起再见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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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